本港三大勞工團體香港工會聯合會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港九工團聯合總會 聯同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 政府人員協會 香港公務員總工會 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 以及香港特區政府公務人員聯會 2021年10月28日聯署發表了聯合政綱 發表聯合政綱的目的 是希望立法會選舉參選人 以及未來的特首候選人等等 能夠以政綱之內七項勞工政策建議為基礎 簽署勞工約商 成為他們的勞工政綱 從而提升對本地打工子女的保障 為實現港人樂業安居共同努力 現在政府主要以 價低者得作為一個外判的原則 在這樣的情況下 價錢基本上最低 造成打工子的人工 沒有辦法跟上社會通脹的情況 政府沒有引入生活工資的水平 導致經常會在最低工資的情況下 去賄護價錢 不是以生活工資的價錢去賄護 這就導致打工仔 這麼多年來的工資 都沒有明顯的改善 公佈的數字 我們香港的失業數字 就是4.5% 其實在亞洲區 一些以發達的國家地區來說 這個數字又最高 其實現在我們全世界 其實不是沒有地方做這個失業保險 全世界一百九十幾個國家 有七十幾個國家 在做失業保險 我們局長就說很麻煩 做這個制度要9至18個月 其實我們可以等的 現在不是說不能等的 還有那個方式也是開方式的 所以為什麼不做呢 強積金都已經有超過了二十年 很多時候給我們的打工仔 印象就是低回報 手續費高 這個是一個我們都很關心的 因此我們勞工界都建議 成立一個能夠保證到 回報的強積金的產品 亦都是希望這個回報 是高於通脹水平的一個 由政府負責任去確保的一個 公職金的計劃 就是第一 我們可能可以好像 將我們的公務員的公職金 可以投放在一個 類似外匯基金的形式上高 我們都可以參考 現在在津貼或者寶座學校裡面 教師的公職金的制度 在當中 在那個公款的放中 是提供了 每年有幾個% 或者例如5個%的保證 的紅利 除了國家發展的大局裡面 其實未來二三十年 香港是進入一個 挺重要的一個時期 但是我們的公務員 大家都知道 在過往一年已經是宣佈了 完全凍結 在編制上完全沒有增加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們公務員 是受到一個極大的打擊 我們在這裡呼籲特區政府 呼籲未來的立法會議員 呼籲未來的選舉特首的人士 特別關注公務員的編制安排 在2006年的時候 政府是推行五天工作週的 但是在12年之後 我們的數據是2018年 在12年之後 居然那個實踐 都仍然有超過4萬人 還有25%的公務員編制 仍然未實行五天工作週的 在這麼實行緩慢的情況下 我們覺得在未來的新一屆政府 其實一定有需要 將這個緣如未決十幾年 都未執行得妥善的政策 要推行到底 聯合政綱的七項建議包括 1.積極開拓優質多元就業職位 為年輕人創造向上流動機會 資助就業 加強職業培訓 改善就業質素 解決青年基層勞工就業難 2.政府帶頭檢討外判制度 對有實際需要的崗位改為長期聘用 最少支付生活工資 促進社會就業質素改善 3.建立長遠失業保障制度 完善勞工保障體系 4.完善最低工資形成機制 保障生活工資 改為一連一檢 消除在職貧窮 5.完善退休保障制度 令設由政府參與管理保障 基本回報的強職金計劃 優化新制公務員公職金安排 6.政府適度增加公務員編制 率先全面實行五天工作修 改善公務員醫療福利 以及7.加快土地開拓 積極興建房屋 盡早告別劏房 實現三年上樓目標 人人有屋住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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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